男人突然被抬起双脚 面前是滚烫的油锅 一旦跌进去 将被炸至两面惊慌 他搞不清楚情况 开始破口大骂 让对方放自己下来 可后面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想将他置于死地 黑衣人直接站在了凳子上 将他举得更高 厨师的手在油锅两侧的死亡边线上来回试他 由于体力不支 右手不小心接触到了300度的热烈 剧烈的疼痛让他失去重心 支撑不住 一头栽进了油锅 油锅里滋啦啦坐下 带炸至七八成熟 黑衣人将他装进垃圾袋 丢进了垃圾粉碎机 简直就是尸骨无存 谁也不会想到 厨师的死和一个小胖同学有关 原来就在昨天 小胖因为太饿 来到厨房找事的 没想到 心情不好的厨师 直接骂他肥仔 小胖偷吃冰淇淋 被厨师发现 二人发生争执 厨师直接用鸡蛋扔小胖 小胖也不耽 操起铁锅就甩过去 这动静明显 餐厅师生们的注意 校长赶来 却不分轻红皂白 指责小胖 小胖觉得委屈 大骂他们都是混蛋 希望他们全部被杀死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为什么同学们都在餐厅吃饭 小胖要一个人去厨房找吃的呢 原来在吃饭时 小胖抱怨了一句不好吃 就被坐在旁边的助教老师 摁住头 把他的饭丢在地上 让他把地上的食物舔干净 还好另一位老师赶到 才制止了冲突 走在去厨房的路上 小胖还被胖妹一脚踹翻在地 并嘲讽他 因为你的脸像我一脚 你得哄堂大笑 这不是小胖第一次受欺负 他是大家的欺负对象 就连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不理解他这不几个男同学 用粪便卷成香烟 让小胖抽 毫不知情的小胖 猛吸两口 被枪地跪在地上 缺德的男同学们 在一旁哈哈大笑 他们不知道 可怕的事情将继续上演 当天夜里 刚刚欺负过小胖的金发男 在草坪上的椅子上打瞌睡 黑衣人出现 将睡梦中的他 绑得结结实实 男人嘴里被灌满汽油 黑衣人拧开阀门 汽油瞬间填满他的口腔 接着他的嘴被胶带封住 把香烟放进嘴里点尾 男人不知如何是好 很快火星掉在他身上 直接原地爆炸 很快 警方赶到现场 调查情况 发现这起案件 与几十年前一起案件相似 凶手是一名叫安吉拉的男生 他以杀人为乐 但现在被关在精神病院 所以这起案件 根本不是安吉拉所为 校长担心此事会影响生意 不愿将事情闹大 让助教赶紧清理现场 不要再提及 第二天 营地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活动继续 小胖和一群同学玩彩蛋枪战 游戏还没开始 装备就被同学扔了 无奈的小胖只能拿着彩蛋枪 冲进树林 可他万万没想到 本来应该是两方互射的游戏 变成了一群人围攻他一个 好汉不吃眼前亏 小胖转头就跑 跑到半岛 又碰到另一队人 他被两对夹击 落荒而逃 不幸摔倒在地 两对人围过来 小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很是郁闷 一个人来到河边 和他的好朋友们青蛙玩耍 在这里只有青蛙不会欺负他 就在这时 小胖的女神出现 他欣喜若狂 热情的招待 突然从树上 掉下来一只只被包皮的青蛙 吓得女神嗷嗷叫 女神以为是小胖干的 大骂他是个变态 看着满地的死青蛙 小胖异常愤怒 他赶紧跑去跟女神解释 可女神根本不听 小胖还被男同学们吸引 然后被推到了水里 看着在水里挣扎的小胖 岸边的同学们开心地大笑 女老师见情况不妙 赶紧把小胖从水里拉了上来 男老师发现 每次小胖遇到麻烦 这位女老师就会出现 帮助小胖免受欺负 他怀疑女老师就是安吉拉 这一系列的命案 都是女老师所为 可是无凭无据 仅凭猜测 没有人愿意相信男老师 夜已深 营地同学们都已入睡 而这对情侣在森林约会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男人被绑在树上 铁丝出现在眼前 他以为女友在和他玩心花样 没有意识到将小命不保 铁丝慢慢套在他身上 男人这才意识到不对 想要逃离 但他的四肢被牢牢绑住 铁丝另一端连接在车上 这个男人就是白天 把小胖食物打翻在地的男老师 他以为是小胖来找他报仇 解释说 白天只是开玩笑 并向小胖道歉 可是没有回应 他开始不断地呼喊女友的名字 听到动静后 女友准备回去找他 可走到半路 看到一个黑影朝他追来 吓得他掉头就跑 正应了那句话 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他跳上车 熟练地打火 挂挡 车子启动 丝毫没有注意到 车子和男老师之间连着一根铁丝 随着车子越开越远 铁丝越崩越紧 男老师的叫喊声响彻整片森林 而女友只顾着逃跑 没有察觉到马路上被拦了铁丝 随着一声惨叫 女友失手分离 可谓是夫妻双双把家伙 做了对亡命鸳鸯 另一边 小胖被同学们群嘲 校长不但没有制止其他同学 还责怪小胖惹是生非 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小胖推开校长 跑进了黑暗 老师找了半天都不见他踪影 校长却不以为然 回到房间 校长被迎面一锤 砸晕过去 被绑在了椅子上 只见一个黑衣人 朝校长走来 直接将鸟笼套在了他头上 紧接着 将一袋老鼠 捅捅到进了鸟笼里 随着一声声惨叫 校长被折磨而死 屠杀还在继续 胖妹独自一人回到宿舍 趴在床上看杂志 没有注意到房梁上的黑衣人 翻身一看 发现上铺床板上 全是钉子 还没等胖妹反应过来 黑衣人月下 胖妹被活活钉死 小胖的女神也没能幸免一难 他被绳子绑住脖子 另一头挂在篮筐上 黑衣人打开开关 绳子收缩 女神被吊了起来 还好小胖同父异母的哥哥 及时赶到 将他救下 哥哥发现死掉的人 都欺负过小胖 于是拿着锤子 就来找他对治 小胖看到是哥哥 连忙跑过来抱住他的腿 求他不要欺负自己 哥哥可不听他解释 上去就是一锤子 将小胖砸倒在地 接着又搏了几锤 就在小胖奄奄一息之时 黑衣人出现接住了锤子 众人听到树林里的动静 闻声找来 发现重伤在地的小胖 问他凶手是谁 只见小胖手指向身后 众人这才发现 惨死的小胖哥哥 这时黑衣人终于现身 原来是女老师 她就是安吉拉 她曾和小胖是一类人 也遭到同学们的欺负 看着如今的小胖 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于是杀掉霸凌小胖的人 校园霸凌不可取 和谐相处才是真 这就是电影 重回死亡营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